丁姐妹 我们今天开始一个新系列 是讲到信望爱的人生 今天的主题是 今生与永恒的恩典 神的儿子已经来了 我们恩信可以亲近祂 享受祂 也都充满盼望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不单只是信心篇章 也都是盼望的篇章 当中有很多关乎今生的事 今生影响永恒 我们不单只是有主在来的时候 给我们的恩典 也都有今生丰富众多的恩典 神负责我们人生 每一日直到永恒 每日都供应充足 连难处都是为我们效力 祂知道了我们一切需要 祂是以恩典 做我们连岁的冠冕 太宝贵了 我只说我们 那么温柔 那么美丽的来自 祂要为我们 写十字架上 祂还写着怎么复活 祂升天 为教会领受了 火满的胜利 腰冠下来 祂死 復活祂荣耀的爱胜利 立了一个最荣耀最荣耀 没有什么可以摇动 影响到永恒的基础 带来到今生 永恒 这些确实 可夸的盼望 所以祂住在里面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然后祂继续打祂 祂要引导我们 入了更荣耀 信太 望 即是刺祂的人生 你越有信太望 你就越享受到 祂自己 越被圣人充满 你都会越有爱 圣灵的果子就是爱 圣灵的果子就是爱 圣灵是什么呢 引着我们的信 祂冲着我们 我的信就是 接受主 忍悟主 忠悟主 好耀主 靠主 全靠主 祂 祂说真的太宝贵 祂继续帮 祂继续帮 这个流 帮祢陀我 说 祂想要求我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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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人的老是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祂特别开了眼睛 歷代都是这样 叫一信的章 你信心为人 但是 我也是 未够 看这个是信王章 根本是信心和盼望的人生 如果你只知道是信 你有时危险 就是你忽视了 我看这个盼望 在他这种真信心 原病信心里面 包着盼望 一个个都盼望 今生的 有很多事情是今生的 成就的 例如基地 很实际的 当他们都有将来 永恒那种 他们得到更美的复活 而实际上 今生也更是永恒的 今生我听 我听他的话 遵行他的话 按着他的意思成功 得性 不单只今生 完成到主的事 和今生有享受 经常都影响你和我的永恒 所以记得 今天的生活 不单纯今天 你可以喜乐些 你享受主 你享受你永恒 今日亲人主 不单纯今天享受主 因为你享受主 你个人荣耀些 将来实荣耀些 将来荣耀些 帮你心灵的荣耀 完全是连起来的 所以基尼不单打胜了 他还要赏赐 他的心灵 帮他 之前差很远 所以他的心 一定更加听神话 要将来得更大荣耀 所以我们今生很有意义 不单纯今生得到他的祝福 他的恩典 和人影响不是永恒 保禄所说的 甚至今生 甚至受苦 都可以如何 得值如何 永远 无比 有永远 影响那么大 主说 因他受了逼法 他说 欢喜化乐 为什么 因为你 天上上次是大 所以今天 你为主所愁 好宝贵 根本是真宝 今天 你为主所愁 是不屠然 一杯凉水 也有赏赐 有点 我特别提提 他恩典是一生之久 你便说出今生的恩典 因你为年世姑免 年世当然是今世 所以看见他有今生恩典 我看诗篇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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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宝贵 是圣经讲得很多 关于今生的事 今生恩典 所以圣经是很实在的 不是飘渺的 不是只有将来 而将来也是确实的 但是今天你已经可以激烈到 有些未信的人 以为信主就是赐到天堂 就是这个错到极大 我们会享受主 这已经是很大的福乐 千世三篇 他讲他自己 即是神是他的福乐 先十六篇也是 神是杯中那份 很多未信主以为赐到天堂 以为很遥远 实际上我们每一秒都有关系 帮我们生活太有关系 信主 今天不是主 我今天也不知道如何 都是犯罪 和心 无平安 苦恼 整个今生命行都需要主 没有什么比较 你信靠主 依靠他 帮我们生活更加实际 没有什么比较七人珠更加实际 每日比较享受主更加实际 他因子是一生之久 每日都有他的恩惠 爱随着我 每日 即神的怜悯 但主本的爱 都是新鲜 看你先生一篇 第十九 比较高 敬大的保折 敬畏 敬畏 為我積存了我七十八歲以後,在地上的恩惠。 未過前的日子,已經有把握了。 因為是無方義的神,祂說了,就是這樣的。 祂負責過。 否則神明廣泰,搞定了。 廣泰要落地獄。 現在祂說了。 是不是好呢? 我已經知道,前程是這樣的。 前程,前景是很重要的。 真是太寶貴了,祂是人盼望的神。 不是只有講詞的。 真的。 很信實,真是。 祂今天也是信實對我。 祂恩典的我用的。 我看這十九節。 我經歸你。 投靠你的人。 你為他們所積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私人的恩惠, 是何等大呢? 你看大衛那些信心。 啊, 爸爸都是主要體驗我們的信心。 是對祂喜悅的。 其實是他已經顯受了,對祢圖的愛是太大。 甚至是他差的愛子來。 甚至喜悅、將愛子押傷。 這些比起上來,在爸爸來說不是太難的事,所以保羅說,爸爸竟然不愛惜他的兒子,說我們捨了,更加會將萬物和他爸爸寺給我們。 但我信心不知得到他幫助我,還是要他快樂,因為他那麼愛我們,如果我們不信,他不愛我們。 那你明白吧,我才會信心,阿則登掌。 耶穌斯就專心盼望主,坐來達羅列恩。 聖經經節節也說了,他今生的恩令,你說這樣的人生是不是太宝貴? 有一位最愛你的,我們已經預備了一生,譬如我愛,幫設計預備一生。 每日我唱著藥師歌,講到他愛的plentiful,真是太厲害了。 有時候看到那些星體,連那些星體都效力,無論月亮,星,太陽,他因此達到過那麼遠。 那我呢,有時候幫主講,他的因此達到無限,那麼永久,一直這樣去,直到永遠,是很厲害的。 如果有一個人就告訴你,你今生吃的東西我完全負責,這樣也不錯的,特別是營養的東西。 如果一生,找我預備了所有最健康的東西,又有肌,又好吃的東西,你說是不是很好? 如果幫我弄起來,更加來好了。 哇,你看看,阿范主,找我們預備了很多東西,有時候我遇到藍柱, 其實那些,他都會用一些效力的。 實際上,爸爸,你和我都是煮菜的。 太陽,就焗爐了。 洗水果熟了。 按照他的愛,他的智慧,找他預備。 甚至遇到難處,那些東西一定是效力的。 他知道我需要,也知道我們需要鍛煉,甚至。 看來是正面負面,在神那裏都是正的。 你看看這個,比得前書第一章。 太寶貴,不單要今生是怎樣? 那又怎樣? 就是主,他再來的時候,帶給我們恩。 第十三節。 所以要約束你的心,謹慎自首。 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那些很厲害,太厲害了。 那些。 但是今生不是不厲害的。 其實今生呢,都是有特別的重要性。 不過有時候,因為,人有聚的緣故,今生有很多時候,看來不完美。 因為聚的效果。 但是他能夠用一些不完美的東西,來效力。 有不同的作用。 其他一個就是,你和我,在永恆裏面的那些履歷。 因為爸爸要領我和你,進到榮耀裏面去。 所以你和我加加榮耀,有時候要經過苦難。 譬如主也說,他受害,穿他的榮耀。 豈不是應當嗎? 他們看見出第二章。 他扯除了我,寫十字架上。 整張聲明自告。 我跟着主呢。 所以有一首詩叫做虎榮老。 不過寶貴呢。 寶劉那個話。 他說在患難中都歡歡喜喜。 外面受苦,但祈禱下跌不去, 你親近住,享受住, 過去有些殉道,心裡很榮耀, 雖然人是在受苦, 好像表面的成就不是太大, 但他只有榮耀,你別以為他們比前面少那些, 這一個個都是甚特別喜悅的人, 無論那個人講到有沒有名字, 全部都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 世上不配不起這些人, 但是另有個心智, 他的善慕舊未家鄉, 他的心是擺在地上那些, 他就像嚇淚那樣, 一會有盼望, 才能夠普通總之像嚇唢那樣, 不會流亂地上那些, 當然應該應該善容那些。